广告屏正反复播放着李旦的某旅拍广告 而楼层按键无论怎么按都毫无反应 画面忽然变化 显示出电梯规则 一电梯里不可以吸烟 二到达一楼时会有一分钟的信号 此时可不打电话 三电梯外的地面变成瓷砖时才可以出去 四上课时不可下课 五小心站在你身后的人 又有一条规则是假的 我先是奇怪 这都2022年了 为什么还在放三四年前的广告 接着想自己是不是该打个电话 问问这案件的事 李旦的脸忽然消失 屏幕切成了静态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电梯规则 我照着字字读下来 读到最后忍不住骂出声 这怎么玩 电梯自顾自的行驶起来 到了二楼再次停下 一个帅哥走了进来 我顾不上欣赏他那张好看的脸 搅一身准备下去 上课时不可下课 脑袋里忽然浮现出这条规则 我顿时犯了气 怂怂间又退了回来 帅哥没发现屏幕 一个劲的和案件较劲 我戳了戳他 用下巴指了指屏幕 他先是一脸好奇 读到最后小脸一沉 这是恶作剧吗 还是小心点吧 万一触犯规则出事怎么办 我一向很耸 更何况我亲眼看着 人本正常的电梯 蹦出来这吊诡的规则 正说着 电梯又在五楼停下 一个富泰的大姐进来 我认识他 他是五改02的高方 做微商的 整天在小区群里卖东西 接着电梯又在六楼 接了一个高瘦眼镜男 在八楼接了一个 爆发户模样的光头男 十三楼接了一个 一身帽牌货的年轻女人 最后在十五楼 接了一个戴口罩和帽子的小伙子 一直到顶层十八楼 都没再上来其他人 我们六个人 就此陷入了这场 奇怪的电梯规则里 之所以说六个人 是那位十三楼的女人 看清楚规则后 翻个白眼说这是什么鬼 在十五楼的小伙子进来之后 他立刻踏着假 Jimmy 2出了电梯 就在他迈出去的那一刻 我们亲眼看到 原本还是瓷砖的地面 变成了黑色的空洞 他一脚踏空 尖叫着掉了下去 所有人被吓傻 不知所措的互相看着 我更是出了一身冷汗 庆幸自己没在二楼莽撞的下去 电梯到了十八层 又开始下行 每到一层都会开门 但门外只有漆黑一片 看不清路 这真是见鬼了吗 高方吓得哇哇大叫 走到电梯门那里 按下了呼叫键 嘟嘟 没有人接听 我们就这样被困在了这里 二楼上来的帅哥走到我身边 对我第一道我叫康智 你呢 林小英 我觉得 现在第三条电梯外的地面 变成瓷砖时才可以下去 和第四条上课时不可下课 已经可以确认是真的了 康智继续小声跟我分析道 我轻轻点了点头 奇怪他为什么只跟我说话 还有第七条 为什么还没有显示出来 我也悄悄提出自己的疑问 喂 你们两个小年轻 咱的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有线索大家一起讨论啊 高方在那边不满道 哎呀 人家可能是在谈情说爱而已 咱们先互相认识一下吧 我叫刘奎 六楼上来的眼镜男 打着圆场 康卫 康智爆出一个 跟告诉我的不一样的名字 我疑惑地看向他 他冲我使了个眼色 林乐了 我也赶紧报了个假名 这是我收快递时会写的名字 之前在高方那买过东西 说这个名字也不会引起他的怀疑 爆发户叫张彪 口罩难叫附落 就这样 原本还是不认识的邻居 此刻却不得不成为队友 只是 现在还无法确定 第五条小新站在身后的人是真是假 这意味着我们六个之中 大概率有一个不能相信的人 包括刚才跟我窃窃私语的康智 想到这 我有些后悔告诉他自己的真名 电梯就这样到了一楼 外面依旧是见不到底 但我们原本无信号的手机 逐一恢复了信号 所有人都开始拨号 有的人打给了110 有的人打给了自己的家人 我也打给了我妈 电话的确拨通了 但始终无人接听 一分钟时间已过 电梯重新开始上行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上失望的神情 曹 咋不接呀 这臭婆娘 张彪甚至忍不出骂骂咧咧 刚才我用余光看到了 他照着电梯里贴的 故障报警电话案的号码 难道他拨通了 可为什么不跟大家共享呢 电梯又是倒一层 停一层 到了刘魁上来的六楼时 门外竟然出现了瓷砖地面 其他人似乎还没发现 我正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大家 突然刘魁头也不回地迈了出去 下一秒 那地面忽然又变成了黑洞一般 和高房拟如出一辙 他也尖叫着 坠入了无尽的黑暗里 他 这是干嘛 高方面色惨白 抓着电梯扶手 瑟瑟发抖 他出去的那一刻 外面的确是瓷砖 但是马上就消失了 我说出了我看到的 所有人都噤声 互相对视着 刘魁分明是打通了电话 电话里的人 究竟跟他说什么了 哎 是不是你给他推出去的 张彪忽然指着附落问道 刚才的确是附落 站在刘魁身后 但他并没有推人 这么看 这第一条是不是假的呀 我抽个烟行不行 憋锁了 张彪又忍不住开始瞎咧咧 你要不怕死 你就抽 康志没好气的回他 张彪这才老实了 电梯上到18楼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循环 慢慢的向下行驶 关上电梯门的那一刻 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 但那一瞬太快 我没看得清 这一程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电梯重新下到了一楼 我们手机再次信号满格 这次我选择播出故障报警电话 对面很快接通 是机器人般的语音播报 你好 感谢您拨打故障热线 以下内容请无外放 恭喜您成为幸运 成为唯一的逃生对象 电梯行至六楼时 请尽快离开 不要告诉任何人 接着电话自行挂断 看来刘魁听到的内容 和我是一样的 只可惜是障眼法 根本不能真正的逃出去 其他人依旧没有拨通电话 好像全世界的线路都在盲线 绝望渐渐笼罩到每个人的心头 就连过躁的高方 此刻都安静不已 我重新审视了所有的规则 第一条禁止抽烟 无论真假 只要别抽烟就好 第二条到达一楼时 会有一分钟的信号 此时可不打电话 需要再次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才能确定到底是真是假 三四两条高方女 已经帮我们印证了真实性 第五条小心站在你身后的人 看到这 我悄悄地退后 被贴着墙面站好 旁边的康志和我 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十七层到了 听到语音播报 我的心开始忐忑起来 马上到十八层了 是时候验证我的猜想 电梯停稳 我立刻伸进口袋里挪索着 忽然一股很大的力将我撞倒 接着高方尖叫了一声 坠进了黑洞里 是附落把他推下去的 我还没回过神来 他立刻转身过来抓着我 一个劲地往电梯口托 救我 我死命拽着楼梯扶手 向张彪和康志求助 张彪心虚地扫了我一眼 竟然回头朝着墙站着 不理会我 康志伸出手来 缓着我的腰 和附落坐着对抗 张彪 你赶紧过来帮忙 不然下一回 他就会把你拽下去 康志大声喊道 电梯门因为超时没有关闭 疯狂地发出嘀嘀嘀的声音 啊 一声短促的尖叫之后 混乱结束了 电梯门缓缓合上 刚才张彪飞起一脚 把附落踹了下去 我惊慌失措地跌坐在地上 大口地喘得粗气 电梯重新下行了 我再次错过了验证猜想的机会 啪 这一声火鸡的声音响起 我猛地抬头 张彪已经点燃了一支香烟 别吸 快灭掉 我挣扎起来 想要夺走那支烟 则 他快速地抽了一口 把手抬到高处 二三四五不都证明是真的了吗 那第一条肯定假的呀 那就是可以吸烟呗 我刚才可救了你 让我吸根烟缓缓怎么了 万一第六条才是假的呢 康志冷冷地说道 第二条也很可疑 我也补充道 张彪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把烟丢到地上 狠狠地碾了碾 这怎么办啊 他面如死灰 一切都晚了 电梯行进到十六层停下 门打开之后 张彪便不可控地背向外吸 他一把抓住电梯扶手 那吸力似乎变得更大 他的手一点点被松开 康志和我赶紧跑过去 抱住他的腿 根本无济于事 那股力连我们俩也一起向外吸着 我们离电梯口越来越近 再大了一些 就会一起跌落进那深渊 不行了 松手吧 不然我们也要一起被带出去 康志冲我喊道 不 别松手 求求你们救救我 张彪哭嚎着 面容扭曲到极致 我实在体力不支 很心松了手 康志也同时松开 张彪马上就像被卷入漩涡一样 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谁叫你在电梯里吸烟呢 康志难难道 我怀疑第二条规则是假的 上一次到达18楼的时候 我看到手机出现信号 但是没来得及验证 电梯里只剩下我和康志了 我决定跟他共享我的发现 你是说 正确的规则可能是到了18楼 会有一分钟的信号 可以不打电话 而不是在一楼 我点头 正准备继续讨论的时候 电梯在十楼停下 上来了一个孕妇 她面无表情 似乎没有被电梯里的状况吓到 我看到电梯屏幕上的规则更新 第七条出现了 七可以信任的 只有你自己 自从孕妇上来之后 电梯里面的温度似乎下降了很多 我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她一直沉默 脸色也不是很好 我好冷啊 可以借我外套穿吗 那孕妇忽然开口 眼神看向了我的背包 我这才发现 深秋的季节 她竟然只穿了短袖 而我的背包拉链处 露出了一截衣服脚 注意第七条 康志在我耳边小声提醒 这孕妇的确有些不怪 可看着她微微发抖的样子 我有些于心不忍 既然只能相信自己 那我便相信自己的第一反应 我把衣服拿出来递给了她 谢谢 这个给你 她借过衣服的同时 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 等我数到时 上面只写了这么五个字 我百思不得其解 追问那孕妇是什么意思 她却不再回答我 莫非是新的线索 我把纸条 小心折好塞进口袋里 专注地盯着楼层显示屏 终于等到语音播报出18楼到了 的提示 我赶紧拿出手机 果然信号是满格的 我打给物业 你打给警察 康志对我说 这次电话很顺利地拨出 对方说会尽快安排救援 要我们耐心等待 这时 屏幕上的规则再次更新 1.电梯里不可以吸烟 2.到达18楼时会有一分钟的信号 此时可不打电话 3.电梯外的地面变成瓷砖石才可以下去 4.上课时不可下课 5.小心站在你身后的人 6.可以信任的 只有你自己 之前的第二条变了 而第六条消失不见 第七条顺位成了第六条 果然 第二条是假的 我和康志兴奋地对视 孕妇完全没有参与进我们的情绪 只是在旁边忽然数起数来 我又想到了他给我的那张纸条 数到十之后会怎样呢 啪 忽然电梯灯灭了 电梯似乎也停在了半空中 没有再下行 是不是救援的人来了 我抱着希望问道 然而没有任何人回答我 仿佛只有我自己在这个空间里 康志 我试探地换他 一只手忽然扼住了我的脚腕 我惊恐地叫了起来 笑音 是康志 他的声音很虚弱 我感觉那声音是从下面传来的 于是摸索地蹲下去 果然听到了他微弱的呼吸 我好像 他缓缓地说了几个字 忽然灯亮了起来 我赶紧回头 却发现康志好端端地站在我身边 而我也不是蹲下的姿态 孕妇自顾自地继数着数 看着捉摸不定的两个人 我觉得一股良意从心底泛起 可以信任的 只有你自己 我死死盯着这条规则 我可以信任你吗 我有些无力地看向康志 当然 你可以永远信任我 他的眼神很坚定 我茫然地点了点头 这时电梯再次停下 然而等打开的时候 外面却是一堵墙 只有上方有窄窄的一条缝隙 缝隙里没有透过任何光 黑区区的一片 我有些奇怪 轻轻走过去 打开手电筒 照向那黑暗 光亮之下 两只惨白的眼球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尖叫着连连退后 那眼睛梳的一下消失 外面依旧是一片黑 怎么了 看到什么了 康志走上前 扶住我 人的眼睛 我嘴唇颤抖着告诉他 康志皱了皱眉头 轻轻拍拍我 走到电梯口处 向外张望 小鹰 墙的上面 好像是地面 康志有了新发现 他没看到任何人 只是这缝隙实在狭窄 即使是地面 我们也无法爬出去 康志把手伸出去 不住地摸索着 一张卡片从顶上飘了下来 电梯坠落时 记得贴紧墙面 孕妇还在数数 对于我们的发现无动于衷 仿佛这里面的规则 对他并不适用 他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电梯门缓缓合上 却没有正常的下行 而是剧烈地摇晃起来 抖动的程度 让人觉得 下一秒 电梯就会狠狠地掉下去 我照着刚才的那张卡片上的要求 贴着墙面站着 两只手紧紧抓着扶手 啪 灯再次灭了 周围也再次寂静无比 我喘不上气了 小鹰 你要勇敢 康志在我旁边 低声嘻喃着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灯一灭 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声音变得虚弱无比 好在电梯没有下坠 在晃了几下之后 变得平稳 灯也重新亮了起来 跟上次一样 康志依旧面不改色地站在我身边 端下着刚才掉落的那张卡片 你刚才怎么了 我忍不住问他 怎么了 灯灭的时候 你灯在地上说喘不上气 他微微一震 不解的看向我灯没有灭过呀 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企图找出他在撒谎的破绽 然而他眼神澄澈 看不出任何问题 难道有问题的是我 小音 你生事太紧张了 没关系 我们刚才不是打通电话了吗 救援很快就来了 康志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柔声安慰着我 可是过去这么久了 这该死的电梯 还是没有恢复正常 孕妇的技术还在继续 我却忽然觉得有些烦躁 你不要数了 这鬼情况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有些失控的冲他大喊 想出去的话 这耐心点 女人终于不再无视我 可却没有给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我觉得自己快要崩溃 只想要摆脱这个现状 电梯又重新开始上行 在二楼停下的时候 门一开 我头也不回地踏进了黑暗里 死也好 怎样都好 我只想这一切结束 我在黑暗里快速地下行 许久之后 终于有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四周似乎一片光亮 我缓缓地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还是在电梯里 孕妇重复了刚才的技术 我没有死 甚至我不能死 时间似乎倒流了 回到了我迈出电梯前一刻 我一直在这忙 我问康志 他觉得我这个问题有些好笑 当然 你不在 这还能在哪呢 不要把死亡当成归属 孕妇竟然主动跟我说话 电梯很快就会再次上到18楼 我等待这下一次通话的机会 然而 行进到16楼 电梯打开 又是一堵墙和一处缝隙 不同的是 这次的缝隙比上次要大一些 我决定试试能不能爬出去 我伸出去双手 想要搭到墙的上面 却正好附在了另一双手上 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 屁滚尿流的滋味 我几乎是直直的向后跌去 我的手抽离的那一瞬间 我感到那双手也回缩了 幸亏康志一把接住了我 否则这电梯没出去 我先磕死了 还没等我们站稳 电梯猛的开始下坠 贴紧墙面 康志大喊 我赶紧背靠着墙 丙夕等待电梯停下 一撇头 却看见那孕妇毫无反应 任由自己被晃得东倒西歪 你快蹲下 靠着墙 我努力克服这惯性 一步步向他挪去 想要扶住他 他没有理会我 小鹰 不要总是想别人 先想想你自己 甚至他一点也不害怕 还在那说些神神鬼鬼的话 可是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一声巨响之后 电梯似乎是触了底 终于停止坠落 我被这力量撞得生疼 孕妇安然无恙 反倒是康志 一脸难受的模样 他俯着胸口 好像呼吸苦难 我想起来 有一次灯灭的时候 他似乎说自己喘不上气 康志你还好吗 我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他虚弱地点点头 我有幽闭恐惧症 幽闭恐惧症 可是刚才他好好的呀 怎么到这会儿才犯病呢 孕妇的报数已经过半 我却依然什么头绪都没有 就连电话已经打过去这么久 还是没人来救我们 又或者说 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们 这也许就是一场炼狱 有的只是无尽的折磨 电梯再次上行 我却没了任何期待 哪怕他停下的时候 外面就是完好的瓷砖地面 我都不敢放心地踏出去 反复的折磨 已经让我筋疲力尽 随着电梯的启动 康智又恢复了正常 他和这电梯一样反反复复 孕妇加快了技术的速度 我的心也跟着慌起来 小鹰 数到十之后 你就会从电梯里出来 出来 他难道不是也在这个空间里吗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还有你到底是谁 这一切该不会是你策划的吧 我的连串提问再次被他无视了 他面无表情 眼睛看着前方 物质数着数 已经到久了 我的心扑通扑通挑起来 期待着数到十之后 会发生什么 最后一个数字 像是一根针 轻轻落到心里 似得我痒痒的 电梯到了十七楼 门缓缓打开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 期待下一刻 外面便是瓷砖地面 一切正常 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走出去 然而 依旧是无尽的黑暗 可是那孕妇头也不回地迈了出去 我想拉他都来不及 没有想象中的尖叫声 他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看向康智 他的神色很奇怪 像是早就料到这一刻 到了十八楼 我无心再向外拨电话 一切都是徒劳 电梯再一次下行 我忽然发现 电梯屏幕的内容又变了 所有的规则全部消失 被一条新的规则替代 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 我警惕地看向康智 这意味着 我们之间要展开一场厮杀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可我们之间力量悬殊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他刚才还救了我 要我把他推下去 我做不到 我被这条新蹦出来的规则 扰得头昏脑胀 康智却丝毫没有反应 也是 他要想把我解决掉 轻而易举 小音 你没发现 这电梯没有下过副层吗 最低就是一层 我被问的一证 但我们小区的电梯 是有副层的 看了眼电梯案件 上面也分明有一到三这几层 但始终没有到达过 小音 你还是没有想起来吗 他一脸忧伤 想起来什么 我不解的望向他 他的眼角似乎有泪 两着头不让泪水掉下来 我更加困惑了 抬起头 想要靠着天花板的镜面 看清他的表情 这下我愣住了 我们竟然穿的是情侣装 刚才太过混乱了 我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正当我准备问清楚的时候 电梯忽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 电梯抄载 请检员 提示不断重复 我的心也跟着拧成一团 看来我们俩必须要有一个人 要从这里消失 电梯开始急速下坠 电梯抄载 请检员 否则启动自毁模式 那警报变了腔调 就像是炸弹的倒计时声音 康志 谢谢你 电梯门开的时候 我会下去 我不想再纠缠 在这无尽的轮回里 她的脸色变得难看 像之前那几次一样 幽逼恐惧症 我的脑海里又蹦出来这个词 小音 这次我是真的撑不住了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不必刻意忘记我 也不必刻意记得我 勇敢点 我爱你 第一 电梯竟然再负一层停住了 门打开 外面依旧是黑暗一片 我刚想要一脚迈出去 却被康志从身后抓住 他使劲把我推向了电梯的一脚 然后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门盒上 刚才刺耳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我看着空荡荡的电梯 还有禁电里孤零零的自己 久久不能回神 一股难以名状的难过涌上心头 我忽然气不成声 电梯再次上行 没有在任何楼层金庭 直直地驶到了18楼 电梯缓缓开了门 可外面依旧没有出现瓷砖 这次我摸出了手机 多给了我妈 她立即接通了 妈妈 怎么办 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乌咽着 话也说不清楚 小音 妈妈的宝贝女儿 你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妈妈 有很多爱你的人 你不是一个人 她在电话那端不住地安慰我 信号很快消失 电梯门也合上了 请选择你要到的楼层 语音播报的声音 忽然恢复正常 我忘了忘按键 迟疑地按下了数字11 那是我家的楼层 终于有了反应 按键亮了起来 电梯下行 到达11层后 门缓缓打开 是瓷砖地面 我擦擦脸上的泪 轻轻迈了出去 踏实的脚感 坚硬的地面 这时 我家的门被推开了 我妈从家里出来了 她见到我 红缎眼一把将我抱住 宝贝 你怎么上来的 坐电梯 我小声地说 你敢坐了 嗯 你都想起来了 是的 我想起来了 只是这段回忆 有我过于沉痛 我不愿再细数 下面 让我把这段时间 做的笔记放出来 想必大家看完 便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八林小音的笔记本 复印件存档 结婚证 男 康志 女 林小音 死亡证明 死者 康志 报纸简贴 2018年9月 本市某小区 发生电梯事故 两名群众被困 救援组赶到后 在其中一名受困男子的帮助下 抢先救出受困女子 在实施对男子的救援时 电梯再次发生故障 发生急坠 男子不幸身亡 摘抄 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是指个体经历 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 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 或受到死亡的威胁 持续性的极力回避 与创伤经历有关的事件或情境 拒绝参加有关的活动 回避创伤的地点 或与创伤有关的人或是 有些患者甚至出现选择性遗忘 不能回忆起 与创伤有关的事件细节 备忘录 方医生心理咨询剩余时长 三小时 方医生预产期还有一周 注意避免预约咨询 并预定他喜欢的蛋糕送到医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聪明的你 应该已经猜到我遭遇了什么吧 困住人的 从来不是那些稀奇古怪的规则 而是人心里的执念 死亡也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 遗忘才是 康志 以后我不会忘记你了 故事到这里就完结了